鸡蛋加牛奶做面膜 坚持一个月皮肤白白嫩嫩的 无论你是黑啊黄啊暗沉啊 或者长斑斑点点的姐妹们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真的美容卡都被我扔掉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姐妹们 一定要点赞收藏啊 不管你是30岁50岁还是60岁 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做面膜 首先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敲开 敲开之后放到一个碗当中 那我们取出蛋黄 不要蛋清了哈 然后的话再加一勺的牛奶 不要放太多 加太多的话不容易沉膜 来加一勺的牛奶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取这个 放三大勺 这叫做七子白软抹粉 它这个呢 是中草药的一个面抹粉 有一个很好的美白蛋 般体量辐射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来三大勺这个七子白 这个你要到美容院去做一次的话 288 自己在家做算一下来的话 才合几毛钱 很便宜的 然后加到一起以后呢 我们说你如果是黑色素比较多的 斑斑粘点也比较多的话 你就把这个纯珍珠粉 它是微米级的那种珍珠粉 再加上一勺 这样的话仰白皮肤特别好 那过去的话 没有护肤品的时候 用珍珠粉去涂脸的都有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拌它了 我们给它调成像这种状态的时候 粘稠度这样的话就可以上脸去涂了 然后用这个搅拌棒取一部分的这个膏体 直接涂到我们的皮肤上 涂上去的时候呢 你瞬间就会觉得好舒服的感觉 好舒服的感觉看到没 然后我们涂的时候呢 哪个地方黑点比较多的地方 你就稍微给它厚一点去涂 看涂得很均匀 现在我就是整张脸全部都涂好了 这个蛋黄和牛奶做面膜 非常的质量皮肤 一定要去试试啊 拖好之后呢 我们再取一片这种的 补水的一个贴片面膜啊 给它贴在这个气质白的上面 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气质白更加的滋润 这样的话气质白效果更好一些啊 拖好之后呢 在这个面膜的外面啊 这样的给它铺平 铺平 实际上这个面膜会更滋润 然后敷个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结膜了 超舒服 过一会之后 这个面膜会有个紧致的感觉啊 脸上会有紧绷的感觉 敷到2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结膜了啊 从边缘的地方给它先起开 然后之后直接会一整片结掉 结掉之后给你的感觉 你会瞬间觉得啊 好舒服 好舒服的感觉 我的天哪 就有一种感觉像剥壳鸡蛋的啊 坚持去用啊 这个气质白软膜粉 加上这个里面的鸡蛋和牛奶 这个面膜一定要去试试 让你的皮肤白到发光的感觉 做完之后皮肤就感觉特别轻松 特别干净清透啊 嫩嫩的滑滑的 白白亮亮的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